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来掌握台股今天的重点 大盘今天量又缩了 那么一天量缩 一天量增又一天量缩 现在的行情到底要怎么看 那量价是否有符合多头的趋势呢 另外呢 金价是很多人关心的 其实呢 这一波的金价创历史新高 那很多人也在犹豫 到底呢 这时候是该把手中的一些金条金事呢 获利了结了 还是呢 这个时候空手的人 还是可以操作一些黄金相关的投资商品 待会我们来分析 那台积电成为呢 投资的险学 相关的供应链股价真的是很火烫 不过呢 轮动的节奏你有掌握好吗 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台积电的供应链股票 已经悄悄的呢 离高点越来越远 但是呢 我们帮大家掌握的一些台积电新兵 今天呢 都有好表现 达星呢 亮灯涨停板 自贸呢 股价续创新高 逐升股价也是新高 那后续拉回的支撑怎么看 汽车AM股第四季就是传统的标准旺季 那今年呢 淡季都不淡了 旺季能够好到哪里去呢 值得期待吗 提为西 东洋买谁比较好 投信 每逢季底必作帐 这一季的作帐很重要 因为经过了股灾过后 这是实力的大考验 而且呢 越来越多投资人呢 选择去买被动式的ETF 所以主动式基金 他们就要呢 在作帐方面 主动式初级 那怎么样来挑选 投信鸭宝的黑马股 锁定股市权威 你可以得到最多 最新 最深入的资讯 完整的资讯 请大家呢 记得加入我的YT跟LINE 我的YT频道是股市权威 陈薇良 大家搜寻过后呢 请记得看完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也请大家呢 多多的帮我推荐给亲朋好友 顺手转分享一下 好 那今天的大盘呢 又再次出现量缩的情况 那虽然呢 昨天的行情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情 昨天呢 涨了600多点 成交量呢 来到了3000亿 但是呢 魏洋老师 在昨天有跟各位讲 就礼拜四的时候呢 虽然市场好像呢 一面倒的看好 但是我说 因为成交量啊 3000亿 客观来讲 那个只是相较于 礼拜三的2300多亿 大家觉得好像呢 希望无穷了 好像呢 整个成交动能 非常的火热 不然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呢 跟过往相比的话 3000亿 不久之前 大家都还说 就是呢 让现在的行情 总是这么闷 这么僵 这么黏的关键 所以呢 今天你看 有一点呢 马上打回原型的味道出现 因为毕竟 现在的一个市场 真的 客观来讲 卖压真的不重 可是呢 买盘也缩手 所以操作的部分 还是呢 老话一句提醒 你要呢 保持灵活的节奏 因为量就是这样子 如果将来的量 变成3000亿 变成4000亿 我们的操作策略 当然也就会随之调整 其实呢 操作股票 就像呢 在跟对手 这个有来有往的 击球的过程 不论呢 你在打网球 不论你在打雨球 乒乓球 大家知道吧 打球的过程 重点是什么呢 你每当看到对手 出了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球路 球的方向 你就要呢 顺势立刻去移动 你的脚步 予以回击 回击之后呢 你要赶快呢 再去调整好 你的呼吸心跳跟步伐 以及你的站位 这个就是呢 投资的哲学 投资的哲学 其实跟运动是相通的 现在的行情 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变 不管是总经的数据在变 不管是市场的氛围在变 不管是呢 技术面的量价在变 其实你就是要保持专注 然后呢 让自己有灵活调整的速度 所以专注跟速度 都不能偏废 所以我才会讲 最近呢 有些股票操作 真的要灵活 你不要多想说呢 大涨之后 我有信心 我才要买 或者说呢 涨高之后呢 都羡慕别人赚钱了 自己才去追 那往往都是呢 接到短线的最后一棒 变成现买现套 那反而是拉回的时候呢 不要想说 好害怕 会不会继续跌跌不休 其实这个就刚好变成是 追高杀低的循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股票 大家最熟悉 大家最认同的 一定就是呢 双C 什么叫双C呢 COAS 第一个C 第二个呢 CPO 第二个C 所以呢 投资双C呢 就是呢 投资的险学 但是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COAS的产业前景 不用呢 废话多说 但是呢 你最熟悉的股票在哪里 看看 3131红数 这是呢 所有的设备股当中的股王 今天不错哦 哦 小红上涨 可是 各位看看 它的股价 从2100元以上 跌下来之后 虽然反弹 但是呢 现在并没有持续在创高哦 并没有持续在创高 还有呢 我们过去呢 大力介绍的6640 均华 从400块钱 跟各位说 这个是千金股的候选人 最高涨到1080元 顺利的达标了 那现在呢 涨涨跌跌 可是你看 它的高点 目前呢 也还没有去做突破 当然我不是要 你在这边去看坏它 只是提醒大家去看看 这些呢 产业前景 这么明确的公司 红数也好 或者是 均华也好 为什么它的股价 都没有再上去 这个就是要 注意的投资风险 假如你变成是 追高之后 那会不会 就很容易 住套房呢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 很多人 也都知道 3583 星云呢 可以说是呢 这整个COAS设备里面 第一批开始起涨的 个股之一了 那这个恐怕 病症又更严重一点点 刚刚呢 如果叫做呢 这个轻感冒 这个恐怕有点 这个要烧到头晕了 你看 它从高点拉回 跌这么深 但是呢 反弹这么少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K线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有些股票 它的趋势 不一定是真的已经呢 结束反转 但是呢 那个潜移默化 蚕食鲸吞 这个是要很小心 很小心的 因为大盘 将在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呢 会选择 不仅不动作 连盘都不看了 所以自己的股票呢 都没有去注意 它慢慢的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但是我跟各位呢 介绍的 同产业 但是不同的个股 那魅力就是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6706 惠特 当其他 你们所熟悉的 设备股 在休息 在拉回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们呢 把均华获利出清之后 转往惠特 那惠特的今天 股价 改写新高了 之前跟大家讲 不要看说 今年亏损 法人预计明年 要赚六块钱 那如果按照呢 半导体设备 大家呢 本益比 都30倍起跳 甚至有些呢 拉高到 670倍 那 30倍起跳 明年赚六块钱 那不就是 法人给的目标价 180吗 那今天股价呢 来到161的 涨停板 新高了 你可以看 这阵子的一个形态 它的格局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要呢 看到题材 就随便 找股票乱射飞标 很危险的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 2360 这就是呢 最近跟各位聊到的 新打入半导体供应链 切入呢 先进封装的 智茂 那智茂呢 这个礼拜 股价呢 突破前高 创下历史新高以后 就是随着 投信的买盘 加持 创高 再创高 再创高 那明年开始呢 整个半导体的贡献 将会更为显著 那现在呢 创历史新高 所以呢 谁说 涨了一段的股票 不能买 谁说 创高的股票 不能买 不能买都只是呢 因为你对 公司不够了解 因为你对 它未来的变化 没有把握 否则呢 像 这个过去设备股 有些呢 是涨了好几倍之后呢 继续再涨 那反而散户如果喜欢呢 去接那个掉下来的 有时候 倒是因此而受伤 当然这题外话 我们不多说 只是跟各位讲 所以呢 没有那种什么 创高就不能买 这回事 这个反而创高 它才是一种 动能的一个展现 股票从哪里 涨上的不重要 重点是 能够涨到哪里去 那能够涨到哪里去 不就是 基本面来决定 股价高度吗 那我说 如果你从设备商 相关的盈余表现来看 自贸的获利能力非常强 它的毛利率呢 59%以上 远远的超过星云 也超过了万润 那另外呢 上半年EPS 5.61 比万润的5.24 星云的5.43 都还要来高 那今天万润表现也非常好 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 那但是 以万润的股价 如果都能够有 400多块的一个身价 我相信啦 自贸 短线当然你不用急着追了 因为这个礼拜 它一直在创高 但是呢 我们说跨入到新的领域 那毛利率向上的公司 基本上它的一个 本益比评价 一定会逐步上修 逐步的往上调整 就代表着股价 就会因此而越来越高 所以呢 未来呢 去超过万润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另外呢 新挂牌的公司 9月初才挂牌上柜的 6739 足声科技 那这家公司呢 其实成立的时间 并不是很久 那主要的班底 包括它的一个创办人 跟它的经营阶层 是来自于连电 所以对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实物 其实当然非常熟悉不过了 那现在呢 除了大家看到 晶圆厂一直在扩增之外 很重要的是呢 随着一座一座晶圆厂的设立 一条一条产线的增加 你要怎么样呢 符合智能工厂 自动化 以前呢 人要亲自到工厂 现在呢 不需要到晶圆厂了 而且呢 不要 不仅是说 这个有自动化的感测器 能够来帮你呢 调教 而且呢 未来 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商机里面 一定就会结合到呢 有越来越多 更多的 这种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那以足声科技来看 公司呢 在新竹 台中 台南 都有呢 设立厂区 那你如果呢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呢 人力银行的网站看一下 公司现在正在 大举的招编人才 这个呢 往往是一个 比较有投资经验的朋友 或者是呢 有一些有经验的法人 会去留意的 个股资讯 个股资讯 你要取得 不仅是报章杂志 那有的时候呢 当然去参加法说会 记者会 除此之外 一家公司如果 他有很大的一个 扩编需求的时候 一定呢 不只是要 买机器设备厂房土地 当然要有人才 所以呢 我们才可以跟各位讲 你如果去看看 你就发现 他现在呢 公司正在积极的 增加聘雇的人员 所以代表呢 明年的前景可期 那包括呢 艾斯摩尔 应用材料 东京威力科创 还有呢 台积电 美光 都是他众位客户 那尤其呢 美光呢 已经呢 要在全球的厂区 都去导入 祖生科技的产品 那今天股价呢 震荡之后 也是呢 在盘中又创下 挂牌以来的新高 所以 这个就是顺着趋势走了 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中间只出现过 一根小黑K 然后每天都是收红上涨 真的很厉害 那再来则是呢 5234 达新材料 切入呢 高毛利的半导体材料市场 那主要呢 也是应用在先进封装 那随着 产品陆续的 经过验证 导入量产 那明年 还会有呢 新的高雄厂区 来加入营运 所以呢 这一波股价呢 突破历史新高 上档也是没有任何压力 那观察投信的持股变化 大概最近在180到200附近 积极地在建立持股 现在整体的投信持股比 来到将近5.8% 那随着季底来了 投信要作战的话 这一种比例啊 其实最适合投信 来拼一把的 投信如果持股比率很低 那表示可能只有少数的基金在买 那有时候呢 可能是这家公司 整体的成长能见度 并没有外界以为的那么好 那如果投信持股比率很高 高到呢 12% 15%以上 那通常呢 投信也不想再去拉抬 因为等于呢 帮对手抬轿 所以介于大概这种 3%到8%之间 是作战的时候 你最值得留意的 所以这一套理论 我把它称之为叫3比8定律 3%到8% 那你看我刚才讲 投信持股达新 现在大概将近5.8% 而且都涨上来了 都创高了 它还在加码 那你就知道 投信认为呢 接下来还是有 上档的空间可以期待 好 那另外呢 我们来谈一谈 网通股票 6546正基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板 这就厉害了 昨天呢 感觉盘面呢 闹哄哄的 一堆股票在动 对不对 今天没有了吧 但是它继续涨 好 那我昨天不就跟各位讲 它有发可转债 9月6号就开始进入到转换期 转换价格呢 定在155.1 那以可转债的高点137来推估 合理价是212 这昨天哦 昨天哦 礼拜四的节目分享的 那你看今天股价拉上了之后 有没有来追进 这个所谓的合理价 那正基呢 最主要就是呢 有跨足到5G Red Cap领域 那就是所谓的轻量化5G 那能够呢 让客户在既有的 5G的基础建设之下 就能够呢 去做扩展 相容 延伸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 就是可以带来 更低的成本 跟更低能耗的好处 那么现在 它的一个股价 也创下历史新高 上档无压 所以讲到这边 各位发现 我们讲了好多股票 一档一档一档 都是呢 创波段新高 甚至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嘛 创高的股票 谁说不能做 谁说不能赚 其实基本上呢 就看你对它了不了解 那接下来 有两档股票 未来呢 潜力 是非常的棒 不会输给 以上的任何一档 那首先 第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 很标准的叫做 越涨变得越便宜 此话怎讲 就是说公司的业绩 成长的爆发力 比它股价上涨的速度 还要来得更高更快 所以呢 当股价的涨幅 追不上EPS 跳针的幅度的时候 你计算出来的本益比 反而越来越低 因此叫做越涨越便宜 它八月份的营收 成长的快要五倍 那EPS成长快要六倍 这幅度都非常惊人 而且呢 内行的你注意一下 获利成长的幅度 比营收成长幅度 还要更大 以前的获利不太起眼 但第二季之后开始爆发 那现在是第三季了 更强 估计呢 此后单季EPS 三块起跳 我们估计用三成四 等于一年要赚12块钱 一年要赚12块钱 这档股票 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只有11到12倍 所以太低估了 这种好几倍成长速度的公司 本益比往20甚至30倍 都很合理 所以如果你从11倍 拉高到20几倍的话 这代表将来股价 还能够再翻一倍 再翻一倍 那接下来 我们再提第二档个股 这档个股呢 跟台积电 跟辉达 都有很直接的合作 注意 我们在讲供应链 有些公司呢 其实它都是呢 透过间接的方式 来做合作 但是呢 这一档股票 跟台积电 是直接合作 跟辉达 我更是可以直接跟各位讲 辉达直接就在它的厂区 设立了专区了 你说这个双方的关系 好到什么程度 另外呢 公司大举的办筹资 需要钱就代表 因为订单动能很强 我要扩增 所以它办限征 它发可转债 值得一提的是呢 有很多公司 如果是在呢 股价高档的时候 办限征 那个要小心 拉高一次之后 它就结束了 就出货了 多头就反转了 但是呢 你看位阶 它是在第一档 办限征 它是在第一档 发可转债 我们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 第一档发债 后续呢 股价 那个恐怕 不是用趴数在算涨幅 也许是要用倍数来算的 那它目前 就是呢 有跨入到先进制成 细光子 AI 这个都是呢 盘面当中 最重要的主流趋势 那想要跟着 魏洋老师一起卡位布局吗 不要花时间乱拆股票了 就算拆对 真的也没办法赚到大钱 你要赚大钱 是要跟着我 同步进 同步出 了解你的个股 掌握它的未来 这个才是重点 下礼拜 美国联组会要降息了 你要如何调整持股 掌握这一波 最棒的趋势方向 跟紧我们的脚步 At the stock 888 加入赖之后 有问题 可以下旬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欢迎来继续请教魏洋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魏洋老师 黄金创历史新高 都快要2600美元 那这里呢 该不该追 还是应该反手获利了结呢 那基本上 创历史新高的标的 那黄金呢 又不能用什么 本益笔来评价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化繁为简回归到技术分析 各位来看 这个是黄金的KD指标 它已经来到相对高点了 而且如果再上去 它可能有形成 高档背离的疑虑 那所以我会认为呢 黄金如果再涨 恐怕呢 空间也会比较有限 这是技术面 那另外呢 你可以再搭配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呢 看指标的人 会去看所谓的布林通道 黄金当然也可以看 那我今天呢 带来一个类似的 就是所谓的黄金的标准差 那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呢 是在中间 中原呢 开始往上 靠近上原 所以如果再往上一点 约略啦 来到呢 2650 2660 这个附近来的话 它可能就会来到上原了 所以 还是一样 我觉得上档 可能还有空间 但是呢 空间不会很大 那如果呢 如果真的降息 很多人会觉得说呢 去买黄金 可是我跟各位讲 那你还不如买债券 债券还能够配息 黄金不配息 你要的只有价差 所以如果降息后 美元呢 不是连番重挫大扁 事实上呢 它也会形成 比较不利于黄金 能够持续大涨的条件 所以呢 不如把黄金的这个资金 趁着它急涨 来到历史高位附近 我倒觉得可以分批调节 获利了解 资金转到债券 那积极一点 你也可以去买进 便宜的股票 或者是呢 本季 季底 投信要作账的股票 或者是产业趋势主流的股票 像AI 像半导体 还有部分的一些传产股 说到传产股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跟各位提到 来意KY 本周办了法说会 那它现在呢 生产基地的部分 主要会在印尼 持续地去做扩产 这是客户的要求 那第三季呢 是相对比较淡的一季 但是第四季呢 两大客户 爱迪达跟HOKA 都会强力地成长 那明年呢 会有新的产能 那大致上呢 HOKA是它现在 所有品牌客户里面 成长最快速的 那来意最主要就是 帮HOKA代工 高端的慢跑鞋 那这个部分呢 它的一个毛利率 大概可以抓到20% 那爱迪达部分 主要则是一些 休闲鞋为主 毛利大概15到17% 那公司呢 跟同业相比 它的竞争优势 主要就是在 自动化的研发比率 是相对很高的 所以这个 我想呢 目前来讲 基本上都是 对股价跟营运 比较正向的利多因素 但是呢 法说会过后 并没有太过激情 我想呢 主要也是因为涨多了 涨多了 那本益比来看的话呢 若今年赚16明年 到20块以上的话 还是有上档的空间 但是这个时候 你要说 它有特别甜 或者说 特别大的一个 波段报酬 那倒也没有 所以有时候 好公司呢 你可能就要呢 耐心去等 比较好的一个 切入时机 那回头再看看 关于呢 AM汽车零组件 第四季 就会是标准的旺季 那再加上呢 现在的 美国呢 因为汽车保险 也纳入呢 AM零组件的理赔 所以呢 那1319东阳 还在淡季之中 就已经缴出 获利好成绩单 股价越垫越高 打出了一个呢 圆湖底 那值得去做期待 那还有呢 提到152提回息 虽然8月营收 呈现呢 比较疲软 但是本来就是淡季效应 加上呢 因为台币升值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呢 短暂的回撤过后 今天马上就做出了反扑 所以呢 我们是在下跌的时候 跟各位讲 值得留意的 那现在无论如何来看 这个都算是一个 中期的底部支撑区 所以如果你担心呢 电子股会不会有高度 波动的风险 或者说投资过于集中化 那其实呢 有一些传产股这边呢 趁拉回 趁整理 都可以来找买点 行情呢 还是在胶着当中 多空持续拉锯 没有关系 我们不怕呢 指数涨不动 我们只怕呢 你选错股票踏错步 跟上权威家族的脚步 所有的烦恼 全部交给我 标股礼拜一 带你进场卡位 中秋节之前 把握难得的买点 小老鼠 STOCK888 加入我的LINE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私讯交流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さん所推介 分析的各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断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进行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宣伤评估 并且试次付投资风险 出名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